教會性醜聞 約望保禄亦被拖落水 羅馬天主教會 包庇戀童神父的醜聞 火燒連環旋 還燒到已故教宗約望保禄二世那一疊 根據美國一份調查報告 他的好朋友 03年小小的奧地利神父格勒爾 涉嫌生前性侵犯多達2000個學生 學生指證他也不用受罰 只是被調到修院 有受害人70年代開始投訴 但教廷沒有行動 6年前還給大約4萬港元當掩口費 受害人認為 約望保禄二世有份掩飾性侵犯 格勒爾的下一任 維也納大主教順博恩 也將矛頭指向約望保禄二世 他說現任教宗本督十六世 當年都想查性侵犯 但是梵蒂江不准調查 對於這些指控 梵蒂江拒絕評論 說現在忙於復活節活動 有信眾就希望教廷公開解釋 正確實性侵犯 而他們應復活動 他們應復活動 正確實性侵犯 聖傳約望保禄二世 會在10月獲教廷宣服 為風聖做準備 爆出醜聞 會否影響宣服呢 教廷就說不會 只會盡快進行風聖程序 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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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